好 接着看第十场 第十场很少 沙田跑到第十场是四班 四班是1400米 大二门抹就黄龙复杖 2.9倍开飞 个人关键是2.6倍 尤其再下一些 下到2.3倍 有什么对手下飞呢 二进就下飞了 10倍下到9.9倍就是绿灯 红红都下很多 开飞9.6倍 开飞时只剩5.2倍 第十场不是美场 这场是四班1400米 起步的时候说什么事 电讯标马慢了这么多 出得最快是奖金王者 还有新威力比较快 外档是圣灵之区 上次排内档好跑 今次外档要站在找位 内档那边是赢尽天下和中间的匠盒 后一些位置还有闪耀中环 这次摆前了很多 可能在内側是黄龙复杖热门 然后马拉才看到内档是红龙 中间是红红 外档还在埋着那一匹日日有余 欢乐小子 再跟着马拉才看到二进 后一些位置还有中环16 暂时在尾电讯标马上回 包紧美的浅蓝三个匹前途永恒 入弯的时候前面暂时 新威力带着头 奖金王者守着第二 贴兰第三赢尽天下 胜灵之区都算好事了 连到来二叠了 接着还有个帐盒 然后闪耀中华拍着黄龙复杖 走定出去三叠 红红的还顶着二进出去 红红龙就在内档来的 然后马拉才看到欢乐小子 中环16 走到内档那边 电讯标马和包紧美的前途永恒 入队最后三百米范围的时候 前面奖金王者和新威力 放到这里都差不多了 胜灵之区已经上到来 但外档都对劲 帐盒和红红 接着上来就闪耀中华 最后百多米的时候 前面红红就压住了这个帐盒 帐盒都很努力打上去 但打来打去都是被红红压住 过张第一名看到红红 第二名帐盒第三名上到来 二进第四名闪耀中华 这些是扭转了赛职的 上次胜灵之区赢到 这些红红没得跑 这次是调转他赢到对方没得跑 这当然有形势的分别 上次胜灵走到外叠 望空的组段 今天到调转就胜灵之区走外叠 真是角色完全调转 即是一个跑法相差这么远 可以完全扭转了赛事 所以你说不是今天 只有今天走去放头 你说下次不是这样跑 其实可以变化很大 看到分别 你看到差多远 可以相差很远的分别 即是跑法 只是一个跑法 你看到圣灵之区 完全没有办法找遮挡 上次在内篮就省了 然后就直路 上次很舒服 直路阻阻也更轻松赢 你今场是近都不近 没事吧 这些有没有检验 看来都没事 圣灵之区检的验了 就没有明显以上之处 纯粹跑法差很远 文騎斯也是 主要是歸咎馬 可能不要遮擋 跑道形勢 上一次去內蘭 上一次很容易 上一次的紅紅在外甸 跑道很吃虧 今天又不同 今天外甸又不是很吃虧 帳俠和紅紅跑到比較外的位置 鬥回來 一隻失望點是黃龍複象 早段他就內蘭 但入到直路他都移出去中蕩 有位置的 沒有了 帳俠外面應該找到位置 這裏如果有他可以一直跟著帳俠 那些位置上的 沒有 人不適合 還是馬不適合 人也有騎到尾 不是一早隔在身的 分段時間 頭段13秒45 第段21秒56 第3段13秒56 末段22秒75 總時間1分21秒32 當然有些馬到這個階段是累的 別說馬累的 人都累的 不過黃龍複象也好 聖靈之區也好 這些都屬於年輕 而跑的次數不是很多的 跑過那3、4場 沒什麼理由這個階段說很累的 這次的演出這麼失望 有什麼理由呢 黃龍複象 對呀他們跑很少而已 回來解釋不到 一樣都說潘頓就對這匹馬 未能夠為這匹馬的表現提供任何解釋 還有一個謎團 又是立刻驗又是沒有明顯異常之處 冒速又不是特別快的 還有這場 他跟在中間其實沒什麼太大壓力 你說譬如他是內蕩 早段省位 然後之後塞車 我都好說 他又不是塞車 他移了出來中蕩 但是騎下去就沒有了 這樣就不懂解釋 有時三歲馬反復一點 你唯有這麼說 對呀 三歲馬 背著重磅就辛苦一點 反復一點 現在你跑得好一點 象合紅紅那些 就四歲成熟一點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可以這樣解釋 有事的是那隻熊龍 回來發現他右前腿不良於行 要通過獸醫檢驗才可以再跑 都駁了很多 馬金貴的中心 好了時間就差不多了 我們先休息一下 回來再談尾場 再談尾場 再談尾場 再談尾場